大家好,大家便當床好嗎? 還沒買飯的朋友,還沒買午餐的朋友 麻煩請先看完這個直播才可以去買 好不好,我們今天要開始了,這個禮拜 北台灣我們來到什麼地方呢? 你先看看這個接待中心 華麗,大氣,上面還有很多藝術燈 人家這個接待中心有300多瓶,非常大 今天來到什麼地方呢? 今天來到了就是三重,三頂坡,新北市 人家三重人超多的,最近有一個大案子出現了 他說,新北市今年最大案 我們的竹河交響院 院是那個庭院的院,不是交響院 雖然他們常常會請一些大庭請手啊 小庭請手來現場表演 今天這個竹河交響院為什麼可以說是新北市最大案? 你看看他的模型,你看看他的基地 他的基地有3361坪這麼大 三千多坪的基地在三重 而且還離捷運站很近 因為他從前面那邊走過去 離捷運菜鳥站走路 我剛剛真的實際走過三分鐘 很近很快 你不用怕那個曬太陽曬到爆汗 因為三分鐘就到家 竹河交響院你可以看到三千多坪的大基地 我們先來看他這一面 他是後面 後面這裡呢是十米計畫道路 因為他為什麼要先看後面? 因為他車道開這邊 他地上27,地下挖五層 全部都是平面車位 三重有多難停車 所以他就是挖到五層 然後做平面車位非常多 700多個平面車位 這邊到時候會是雙入口 在十米計畫道路上 我們再走過來 等一下我再給大家看他中庭有多美 旁邊這裡到時候會是一個800坪的公園 所以他會是一個面公園第一排 他的包含從兩房啊 這邊這一棟的住戶 望下來就是公園 非常的好看 你可以看到他這個公園啊 種植的樹木 他也幫大家都準備的差不多了 他會是有一個狹長三角形 這個到時候其實是可以跟三重這邊 在地的裡面一起共用的 他算是一個回饋的公園 但是除了這個公園 其實這個竹河交響院 本身他們自己也有公園 而且你可以看到他們是四面陵路 這裡是十二米的大人街 好 你可以看到真的是霸氣耶 人家說他們是三重帝王 有沒有 諸和交響院三千多坪 再往前面 前面這一條 這個大家一定知道 中井百路 有沒有 三重中正北路就在這邊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含這裡是他的大廳 挑高七米多 七米多 而且你可以看到 因為他是歐系地標宅 所以他會有一個那個窮頂 那樣子的一個概念 上面也會有空中花園 他這個花園超多耶 旁邊已經有公園 上面還有自己的空中花園 旁邊這裡 裡面又有他的中庭公園 我覺得大家看模型 是不是看不清楚 我們直接Q圖片好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中庭公園以後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看到窮頂市 他有一點白色啊 帶一點這種綠意 非常的好看 他叫凡爾賽花園 然後大廳也是好看 所以這個未來以後在這裡 一定是成為地標 地標的程度 好 然後呢 我再跟大家快速講一下 旁邊這裡就是12米的 中正北路的25巷 在這裡 而且他兩旁都退縮的非常多 直哉也非常的好看 很氣派 真的很氣派 我跟你講今天可以約到這檔超開心 因為他其實7月初才開幕 7月初是這個案子才開 但是他現在兩房已經走掉7層了 已經去化7層了 所以小宅可以買的真的不多 等一下要帶大家看非常多的樣品屋 好我們先回到這邊 一定要先講機能 為什麼我說這裡 這個點真的備受矚目 因為他離捷運菜療站真的很近 走路3分鐘 這裡以前是國光客運的總站 如果你知道在地的朋友大家知道的話 就是這裡是國光客運的總站 現在開發成一個這樣的大型建案 而且現在開架還在五字頭 等一下再跟大家詳細的講 好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的部分 包含菜療往下三重 或者是往上台北橋等等都很近 更不用說三重離台北市有多近 中校橋中心橋台北橋過個橋就到台北 但是房價真的是北市 真的很多是一半而已 市政核心 好然後我再給大家說一張圖 我們看一下那個機能圖好了 除了看這一張鳥看 我們再看機能 機能你就可以看到他機能有多讚 包含三重綜合體育館就在他的正對面 正正正對面 旁邊就是他那個八百多瓶的公園 然後菜療站撒魂金 然後還有什麼 我跟你講附近可以吃的可多了呢 五燈獎豬腳飯 那間知名 包含你要買頂好 全聯全部都很近 例行市場三重果菜市場有沒有 還有他的那個學區有修德國小 明治國中 也都走路就可以到 好 我們回現場來再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除了地段地點很好 我們今天要加快腳步 因為他的公社有24項 24項公社他是一個俱樂部 club的形式 然後他的游泳池 基本上這邊我記得好像 我看他們圖片還會有一些可以在那個水中 他會有做一個小吧台 水中小吧台喝飲料有沒有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其他的 像是遊戲室啦 或者是說健身房還有分男生女生 很大欸很大氣 好然後還有什麼 來看一下 什麼桑拿啦 蒸汽室 龍中無 然後他自己本身的這個建材呢 使用的規格也都非常好 因為他是黃金桔 黃金桔什麼 黃金桔 綠建築候選標章 減碳深水省電啦 這個不用講 我要講的是什麼 他的結構 他的結構真的很優秀 你可以看到他的結構是SRC 因為基本上你有一定這樣子的高度 有一定這樣地標型的住宅 你就是一定要SRC 然後再來有什麼 你可以看到他的這個法式基礎等等的 他是有耐震的喔 耐震的程度非常高 他的SRC鋼股耐震五級 基本上這是跟陶珠影員啦 或者是說101等等 他們採用的結構設計的那個顧問團隊 是差不多等級的 好然後呢我們現在要來大家去看樣品屋了 帶大家去看樣品屋 因為今天樣品屋非常多 這裡除了可以滿足小宅首購的朋友之外 其實更多的呢是三重要換屋的朋友 因為他們說這邊大概有七八成 通通都是三重這邊在地客 當然很多也是從台北市這邊過來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看的先從小宅開始看 他一路從兩房三房三加一一直放大到四房都有 而且他的品效都非常的好 好 但是我先講兩房之前先看一下他們有一個公設好了 因為他們有一個公設我覺得很值得推耶 是這個 來來來 有沒有 有沒有 你可以看到這裡 滿滿的書 這是什麼呢 我們諸和教授院是跟那個記憶國無書店合作 以後他們家的公設 由記憶國無書店這邊會負責管理他們的圖書區 所以時不時就會來換個書 像是你要什麼做蛋糕的法國藍袋糕點 然後很餓 還有什麼幾米的書啊等等之類的 他在這邊都做了一個示意出來 我覺得很好看耶 就是你整個這樣放眼望過去 而且又是記憶國無書店 其實真的啦 你回到家有點人文氣息 回到家坐在公設看個書 很重要好不好 朋友 大家記得趕快把我們的直播分享出去喔 然後趕快有問題在下方留言 然後我們先來看兩房 兩房是29坪 我很喜歡這一間 因為我覺得29坪你知道它最強的是什麼嗎 它做到雙尾浴 先來講它的客廳好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客廳色系就很繽紛 然後它是走比較木質調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橘色啦 或者是它使用的原木 旁邊它全部都做這個原木的砍 什麼勒 你放個枕頭你就在這邊看書了 有沒有 是不是很方便 放個東西放個枕頭 你就可以睡了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我們再來看這邊 我先看餐廳好了 餐廳是不是沒講啊 餐廳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餐桌 是可以放到兩房 然後它也可以再放一個這種黑板這樣子的佈置 我覺得也還不錯 然後你再來看旁邊主臥 它是雙衛浴 雙衛浴兩房欸 現在小宅那麼多 通常啦 大概都是一間衛浴就差不多結束了 你看它的主臥 床可以放到King size沒問題 它還有更衣室 人可以啊它有更衣室欸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對於三重很多民眾來說一定很喜歡 前兩天有新聞說什麼 三重的民眾買房子 他們買的坪數都很小 因為三重這裡真的密度太高了 好 然後呢再來還有什麼 它的衛浴 衛浴也很可愛 超級馬桶 人家說這顆 17萬 頭透的17萬 然後他們的花撒 還有花撒是德國的 德國品牌五金 然後還有什麼台達電子的抽風 因為這間沒有開窗啦 比較小一點 好 然後另外一邊 它兩房有第二件衛浴 而且它第二件衛浴是怎麼樣 兩房免治馬桶 兩房也是有免治馬桶 你可以看一下 好 然後頭透的啦 然後花撒等等的 好 廚房 來看廚房 一字形 因為比較小一點點 兩房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了它這個台面 這個 德國的 我跟你講我要秀一下 這個是 Sassen 德國這個品牌 有沒有賓寺等級的 所謂賓寺等級 這個打下去沒有聲音的 不要媽媽不要拿東西拿到那個生氣 就是無聲的 然後呢這個水槽也非常的大 然後這個是林內 兩房就有給你下坎寺的 下坎寺的那個烘碗 好 還不錯 補你啊不錯 然後另外一間 臥室來看一下 兩房29坪基本上 你養兩個小孩是沒有問題的啦 這個如果是兄弟還是姐妹 應該睡到國中高中也還OK對不對 平常在這邊 可以念書啊等等的 我覺得是真的還蠻划算的 因為29坪你換算 如果現在開架式還在五字頭的話 如果你是一個預算還在 考慮範圍之內的朋友 這個帝王級的齁 你真的可以考慮公社又多對不對 好再來這一間 我們來看三家 三房先看三房 三房這裡是42的 42坪來 我先秀這個給大家看 這個不是你可以躲 躲貓貓的地方 不好意思不是 人家是放鞋子的 剛剛專家跟我說他算過 裡面可以放250雙 你相信嗎 裡面誰的鞋子有那麼多啊 250雙 四個人一個人 這樣要五十幾雙欸 太扯好不好 就是可以放到 200多雙的鞋子齁 三房這一邊呢 他做到42坪 其實42在很多台北市 你坪效沒有那麼好的話 看起來其實蠻小的 但是你看他光是餐桌 他就六人桌 六人桌 然後你看他的客廳 面寬 我覺得這個有快四耶 這應該有四吧 四米非常非常的大器 等一下帶大家看四房 更可怕 四房那個更大 有沒有 好我們再來先從這邊開始看好了 一樣他做到雙衛浴 三房雙衛浴 兩房也雙衛浴 你們看自己喜歡哪個 但最近有開窗 另外給大家秀一下 一個他們的儲物鏡 因為很可愛 給大家看一下 按一下 兩儲物這樣子 這樣子的配備 其實還不錯耶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龍頭 就是我剛剛跟大家講這個 Crowheed 就是那個德國的品牌 有沒有德國品牌 頭透的 這是標準配備 面盆 然後跟下體的玉桂 好 然後再來 三房嘛 來 其中一間房 比較小 他放單人床 一樣就是一個小朋友的房間 做的也很剛好 然後勒 三房的廚房 L型 好不好 L型 這個就真的活用很多了啦 我在這邊煮飯 切菜 再過來 這個玉框我真的 麵盆我真的很喜歡耶 有沒有 扯太大力 就是伸縮式的 然後呢 一樣三口爐 下拉式的 下坎式的 通通都有 然後他還有那個他的後陽台 也很方正 然後勒 你往前走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客廳 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客廳很大 他這個是有一點點 稍微工業風的時代喔 然後呢 三房這裡呢 他就是標準的 雙人床 然後你也可以在那邊 打你的Mac啊 還是什麼的 有沒有 好 來再來 我們來看主臥囉 主臥 三重 這一邊 真的很多人很喜歡 你看下面留言超多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來 你可以看到這個主臥室 King size的床 跟一室 齁 然後還有他的衛浴 衛浴也有喔 衛浴來看一下 衛浴齁 還沒有那個浴缸啊 浴缸從四房開始 但是這裡 都有開窗耶 我發現他的衛浴兩間都有開窗 有沒有棒棒 還不錯齁 好 我跟你講大家加快腳步 我們今天超多的 那個樣品屋的 我們還有三加一 來來來 帶大家看三加一房 剛剛這間你看 比較比較這種 冷色調的工業風 這一間就不一樣了齁 日系禪風 這為什麼日系禪風 一樣進來 會先有一個玄關空間 然後再來是什麼 餐桌 圓桌 它是圓桌型的 我其實覺得這個風格 也蠻好的 也很可愛 就是很適合 比較長輩啦齁 然後你看他的面寬 因為他有什麼 他有前陽台 三加一房 他有坐到前陽台 他有前後陽台 所以他的這間是三面採光 非常舒服 三面採光 然後呢 他的加一房 加在哪 這裡是48坪 比剛剛42多了6坪 多了6坪 他多了這個空間給你 課邊的話看你 要隔不隔 要打不打 你的門要打在哪裡 開在哪裡 都看你齁 這間他就是做了一個日系的這種 畳 いらしゃいませ 歡迎光臨 這邊喝個茶 這樣子很剛好 這間就很活用啦 這間真的很活用 再來街旁邊的是主臥 主臥室 長什麼樣子 主臥室它就是開的比較方正 為什麼它是方正 因為竹河交響院這一間 全部都是外住 所以他不會擋到室內 室內的品校 室內品校就放得非常大 包含了你看他的更衣室 他幾乎尖尖都可以做到更衣室 像剛剛兩房那個 也都是有更衣室的 有沒有 然後他有衛浴 也很剛好 然後都超級馬桶喔 他的那個主臥的衛浴 配的都是超級馬桶 不是免治 他的課浴是免治 人家課浴竟然有免治 很多客浴都一般的馬桶 一格就這樣擺下去了 他的那個客浴是免治馬桶 然後他的主臥衛浴是超級馬桶 超級馬桶就是那個你走過去 他自己就會掀開來 齁 那一格造價就更貴 好 三恰一房齁 其中還有一房 比較綠色調的這一種 他真的是比較日本風格 他真的是比較日本風格 還不錯 好 然後咧還有另外一間 他的那個臥室真的都是格局方正啦 裁光也都很剛好 衛浴啦齁 然後這間的那個臥室在這裡 其實真的很活用 這個很適合幻屋組來看 真的 然後我不得不說三加一房的廚房 有多舒服 你看三加一房的這個廚房有多大 他大成這樣耶 因為他這個廚房 我覺得我人站出來 你會比較看得出來這個比例齁 包含了他的這個主臺面 他有做到雙排 他做到雙臺面 雙臺面 但是他這裡又保留了這個 放冰箱的地方 我剛剛是想說這個尺度是可以放冷藏櫃了吧 有沒有放在那個工業用冷藏櫃都可以了齁 林內三口爐齁 這些烘碗通通都有 然後他有做到什麼 有做到電氣櫃 媽媽你可以放電氣櫃 這個三房以上就有了 都有齁放電氣的 還不錯 而且都無聲的啦齁 慢慢放 好 最後我來幫大家加碼齁 本來就要介紹到這邊齁 不好意思我們還要介紹四房齁 四房長什麼樣 來來來跟我走 大家看得怎麼樣啊 我來看回應一下大家好了 有人說 首先你要有250雙鞋 剛剛那個鞋子不好意思 如果你鞋子沒有那麼多 你可以考慮啦 改做別的東西 然後有人說那個書店的品質很心動 沒錯那個整面書牆很喜歡耶 然後他其實中間還有做一些造景 你可以看到他都三血氣密窗 5加5露衣玻璃 很氣派 我跟你講最氣派的來了 這間 四房 他是66坪 66坪的 來帶大家看一下四房 超大 66坪耶 66坪還不是豪宅喔 他還不是豪宅 但是他已經是豪宅等級了 首先你進來玄關 你可以看到 然後他又做了一些鏡面 這些全部都是做櫃體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八人座 其實也是ok了對不對 前後八人座這樣的餐桌 客廳 我跟你講面框我剛剛查過了 4.5米 好不好 4.5米 超大的啦 這個是豪宅才有的尺度 人家才60幾坪而已耶 對不對 三重 我真的覺得新北市買房 真的相較於北市真的划算很多 然後他那個前陽台 我給大家看 有沒有 他是做那個圓弧形 拱形的 其實這樣子 你在看view 或者是 你在 不管是望左或望右 他都是說270度這樣環形的 是ok的 是沒有問題的 前陽台也超大 所以他都有做到前後陽台 然後他是四房啊 這間的樣品屋的設計是表現的 就還蠻可愛的 他是做其中一間是這樣 臥鋪式的 看你是要躺在那邊睡覺當貴婦 或者是說你是要在這邊看看書 打打電腦 都ok 好 然後呢 先來看這一間好了 這是我們的主臥 主臥呢 這是King size的床了吧 各位 很大 然後還有更衣室 然後重點是他的衛浴呢 有什麼 衛浴有 浴缸 免治嗎 呃這不是免治 超級 然後跟他的那個浴缸 開床很舒服 都是頭透的馬桶 這樣子 然後花灑跟五金是德國 最後是他的這個面台 其實是自己做的表現啦 剛剛的標準配備就是像我 我們給大家看的前面那個屏數比較小的 頭透的面板這樣子 好 然後呢 主臥這邊看完我們再往這邊走 齁 先帶大家去看什麼 看一下 廚房好了 看一下廚房 來 廚房廚房 齁 超大 喜歡 這可是我覺得這個比剛剛三加一 再小一點點 因為他有什麼 他的這個廚是做雙排 做很滿 他的冰箱的空間這樣子 可能就擺不下那個工業用的冷藏庫 齁 但是呢 他的下面的台面開的就比較大 齁 然後你可以看到包含這些的配備通通都有 後面的後陽台我覺得可以稍微掃一下 稍微看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他後陽台值得看 他的後陽台 粉方正 粉方 很方正 就是非常的方正 你知道很多後陽台就只是當成是剩餘的用地 基林地 這邊來使用 可是他其實是開的真的很漂亮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是覺得可能住室真的都是外住 真的有差 所以他的格局 就蠻好的 齁 有沒有 我們剛剛來看的時候在RED的時候 就是覺得天啊 這裡的怎麼每一間的房間 都是這樣方方正正的很漂亮 然後也不會有什麼 多餘的地方啊之類的 客浴來簡單掃一下 他們四房就有三間 三間衛浴 三間衛浴 風格都不一樣 像這間他就比較黑色調的 黑色調的 我覺得設計師這樣 做這種壓克力的拼貼也很好看 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然後咧 再來臥室的部分 這一間就是比較暖色調的 稍微pinkpink的 好 然後咧 主臥 最後再來大家看一下 這間主臥 剛剛 因為他是做雙主臥的概念 所以剛剛那間是主臥 這間你也可以當主臥 你kin size的床 或者是說你看他低台度大面窗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像這樣子簡易的書桌 或者是小沙發 更衣室 欸他每一間都做出更衣室 這個我真的是佩服欸 因為很多 光是你要擺個kin size的床 你可能就擺不下了 他是可以做得到 好啊再來 最後 又是主臥衛浴了 主臥衛浴 但是這間就沒有 欸我看他這有沒有浴缸 這間有欸 這間有浴缸欸 有沒有讚 所以你看光是四房 好66瓶 浴缸就兩 兩尊給你了 所以真的很漂亮啦 我覺得是真的很漂亮 來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女生適合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女生很適合 真的 女生真的很適合 賞屋賞起來 好不好各位 現在開架五字頭 五字頭 然後大家那個經過 不是經過 特地要來看一下 在捷運菜寮站這邊 走路只要三分鐘 非常快速 麻煩大家來 我們祝賀家商店看一下 7月現在才開 開案 兩方已經快走完了 好不好 把握時機 今天到這裡 拜拜